首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已经于2022年12月9日交付给了中国东方航空 并且目前来说 国产C919的各种试飞情况都证明了这款大型客机的质量和我国的实力 不仅如此 中国商飞表示 不仅仅只有交付的首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 目前已经有6架国产C919试飞取证完成 意味着都是中国商飞圆满成功 此外 国产C919大型客机在国际上亮相不久 直接就得到了不少国家的关注和青睐 有着比肩波音和空客的知名度 还有着较比竞品更加亲民的价格 使其受到了不少国家的欢迎 通过国际领域的知名度 首次大出风头就迎来了高达2500亿的国际订单 都是来自于各国对中国商飞的认可和信赖 并且目前国产C919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 俄罗斯 加拿大 巴西等27个国家都签订了试航 也就是双边试航型协议 但并没有欧美试航证 欧美试航证的用途意义 欧美试航证是认可飞机进入欧美国家的证明 也可以算是通行证之类的东西 由欧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国航空管理局颁发 由于欧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国航空管理局 在全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欧美试航证几乎是被全世界认可的 可以说如果拥有欧美试航证 那么可能国产C919在全世界都可能看到身影 当然 目前结果是没有取得欧美试航证 并且大概率可能一直拿不到 原因自然是美国 没有欧美试航证 国产C919还能飞出国门吗 答案是可以 虽说欧美试航证算是全世界流通的通行证 但实际上欧美试航证对于限制上 仅仅只能管制C919不能在欧美地区进行飞行 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签订双边试航协议 这也是为什么C919与27个国家签订 签订双边试航协议的原因 准确来说 目前是27个国家 或许针对于签订双边试航协议的数量 可能会出现提高或者减少的情况也说不准 毕竟我国C919的实力还是颇为可观的 但针对于美国的嘴脸和手段来说 万事皆有可能 说一说为什么俄美表示拦不住了 针对于我国的科技发展速度 虽说本质上和美国依旧有着一定程度的差距 但这份差距在渐渐缩短 这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民航客机市场 几乎全部由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 和美国的波音公司所垄断 而支线飞机市场则由巴西航空工业所占据大量份额 俄罗斯境内也有大量来自法国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 在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西方国家已经连续对俄罗斯发出制裁 其中包括在民航领域 停止向俄罗斯供应零件以及来自空客公司和波音公司的技术支持 这意味着俄罗斯现有的飞机 在被舰用完之后很有可能出现无法维修的命运 俄罗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启了AMC-21国产客机的计划 AMC-21国产客机也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空中客车A320 或是俄罗斯版本的波音737 但是俄罗斯AMC-21国产客机的进展是相当不顺利的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显示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表示 目前已经有外国的制造商拒绝向俄罗斯国产MC-21飞机提供零部件 目前俄罗斯国有联合飞机公司仅有两架MC-21飞机 原计划将会有四架进行交付的飞机计划 交付时间在2024年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切断了零件的提供 所以俄罗斯的MC-21飞机计划会继续向后拖延 与中国国产C919飞机相同的是MC-21 虽然作为俄罗斯的国产飞机 但也大量地使用了西方国家的零部件 其中甚至包括了航空发动机 这也是因为商业飞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而不像军用飞机 只要完成特定的指标就可以 从目前中国国产C919飞机的进度来看 是明显领先于俄罗斯MC-21飞机的 但是中国的C919并不能急于向俄罗斯进行出口 众所周知 俄罗斯目前已经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疯狂制裁 而中国的国产飞机虽然能交给俄罗斯进行使用 但是国产C919飞机上也有大量的西方国家零部件 中国在向俄罗斯交付C919飞机之后 也很有可能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导致C919飞机出现零件的断供 对于中国来说 C919飞机只有实现全面的国产化 特别是航空发动机的国产化之后 才能评估向俄罗斯的出口 目前长江1000波扇发动机已经进行了多轮试车 而长江1000发动机也将会成为C919的配套国产发动机 在中国C919飞机实现全面国产化之后 除了能够向俄罗斯进行交付以外 也能够改变为军 而西方国家无法对我国C919飞机的任何改装货式出口加以限制 由于俄罗斯的MC21飞机目前已经遭遇不顺 所以俄罗斯当局正在评估重启图214客机的生产线 图214客机是一款苏联时代的飞机 该型飞机的定位与美国的波音757相同 同时在外形上也相当类似 空客和波音造飞机的零件都是他们产的吗 空客公司有4500多个供应商 编布全世界49个国家 其中中国公司就有107家 波音有900个供应商分布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 某些特定型号的飞机日本供应的零件能沾三分之一 所以波音和空客的飞机也不算是欧美产的飞机了吗 这种逻辑本身就不对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全世界的飞机制造厂商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全球产业链 而我国的C919一共有几百万个零件 其中只有40%是我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 所以凭什么波音和空客就是生产大飞机 我国的C919就是组装机 这时候你可能会说 但就算是零件国产化60% 那飞机的航空发动机不也是外国制造的吗 那你说的还真挺对 国产C919大飞机成功交付 很多人质疑C919不是弟弟道道的国产飞机 就是造了各壳子的组装机 就算是全球产业链都这么干 那飞机的发动机还是外国造的 那我还要告诉你 不仅是发动机 飞机上有太多东西都是外国造的了 C919搭载的发动机是LEDP1C型涡扇发动机 是由美国和法国合作研发的 不仅是这样 飞机上的照明 防火 电源 液压 出兵 驾驶舱控制系统等等等等 全是从美国公司采购的 为啥呢 是我们造不出来吗 当然 不是 C919之所以要从美国公司采购这些系统 是因为要拿到国际航照不得不这么做 我国其实自己完全可以制造这些东西 至于说发动机 确实是暂时用的国外的 但是我国自行研发的长江CJ1000A发动机 已经在最后实验阶段了 预计一到两年之内 C919就能换上中国自己制造的发动机了 肯定有人会说 就算你这么说 那C919不还是就造了个壳子的国产飞机吗 飞机的外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飞机外壳说实话 全世界也就那几个国家能造 本身就是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 材料合金的配比还有气动外形 最少包含一百多种专利技术 可不是随随便便时都能造得出来的 C919就是我国航天工业的产物 就是国产大飞机 那么为什么我国一定要研究国产大飞机呢 国产大飞机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呢 C919大飞机几百万个零件 光建造图纸就七万多张 三百个工人组装一架C919要花一年时间 除了飞机制造业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之外 制造这些零件的上下游工厂 也会诞生出很多就业机会 从原材料到零件 再到飞机组装 飞机销售 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下 带来的是无数的就业机会和利润 可以养活上千家企业几十上百万的从业者 在以前 民航大飞机市场全部都被波音和空客公司垄断 而以后在民航客机的市场上 也将会有我们中国公司的身影 目前C919已经收到了 国内航空公司八百多架的订单 一共五千五百多亿 而一旦拿下了欧洲和北美的试航许可 全球的大飞机市场也将汇全面对C919敞开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未来甚至会超越老美成为第一 但是即便如此 在高端制造业方面 我国也确实是要落后于西方国家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自备 反而是应该感到自豪 有分析认为 相信C919在前中期必然是大幅以众国内市场 在政策扶持之下先在国内站稳脚跟 再考虑出海走向世界 不过中国民航市场近年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受到重创 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 2022年7月时指出 疫情前中国民航业连续11年盈利 2019年利润总额达549亿元人民币 而疫情以来累计亏损近3000亿元人民币 仅2022年上半年 中国民航业整体亏损就达1089亿元人民币 超过2020年和2021年全年的亏损了 C919的顺利交付是中国在民用飞机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另外 中国商飞可能也面临产能不足等自身问题 虽然中国商飞称 当以后全面投产 上海浦东基地将可达到年产150架C919机型 50架I2J21机型的能力 不过 以其小型飞机类2J2L为例 从2015年首次交付至2022年12月的7年间 中国商飞总交付量不到百价 面对C919目前已于签价的订单 以及投入运营后可能的加构 中国商飞能否及时交付也是个问题 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称 中国商飞将需要至少一年时间来理顺C919的量产流程 以及培训机组人员 机械师和为航空公司建立其他服务 航天咨询公司分析师也表示 如果没有快速建立起规模化机队的能力 中国航空公司不太可能在盈利的情况下运营C919 所以说C919的顺利交付是中国在民用飞机领域卖出的重要一步 也为这一庞大的市场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可能 但离进军国际市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空客做到能和波音评分秋色用了40多年 而中国商飞想要挤入这个市场 甚至做到三足鼎立 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才刚刚发展了多少年 国外花费几十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我们在这几十年间就已经迎头赶上了 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所超越 本次C919大飞机的成功交付 不仅是我国航天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更是我国腾飞发展的标志 本次C919大飞机的成功